终于来到了国家5A级旅游景区 都江宴的景区大门口了 给大家还市一周 旁边是售票处 还有很多的超市美食 一个巨大的停车场 这还有公交车 对面的红色牌子写的是都江宴 欢迎您周围绿树环报 这还有公厕 对面就是南桥 下面是南桥广场 以及蒲羊河 已经带大家参观过了 因为中午就在对面的灌县古城 吃着午饭 这个时候游客特别多 这边还有旅游团队 准备买票 带大家参观 人脸识别的 检票进来了 花了80块 都是餐厅古树 门口有石碑 都江宴国家五位级旅游景区 世界文化自然遗产 旅游团队在这边 后面也有石碑 写着金色的字 都江宴 看这是古春园 周围很多的松树 后面还有喷泉 都江宴始建于秦昭王末年 就是公元前256年至前251年 是由蜀郡太守礼兵父子 在这里开凿的 这是握铁的一个喷泉 中间有很多的石头 都江宴景区啊 是由分水鱼嘴 飞沙宴 还有宝瓶口等著名金铁组成 这座大殿是两层的 红色的牌匾写着啊 福龙观 上面是灰色的琉璃碗 从中间这道门进来 门槛是铜的 还相有门钉 中间啊 就是礼兵的石像 看上面还有字 哇 盆顶非常高啊 西川第一骑宫 进入第二道门 中间有一个顶 这个顶啊 叫做飞龙铁顶 重千斤 高度1.6米左右 直径0.74米 顶的后面啊 都是盆井植卧 中间一个巨大的坡 水深啊 在1.5米左右 而且里面还有金鱼 对面 就是 江边了 看一下 下面的这条河呀 就是浦阳河 水流特别湍急 而且还有一个观景平台 这是著名的 宝瓶口景区 水口啊 就像瓶口一样 特别的窄 位置啊 正处于 玉垒栓 与梨堆之间 我现在位置是站在 梨堆上 对面是 玉垒栓 这也是 成都平原 以及川中秋陵 入水的 一个咽喉 所以把这里称之为 宝瓶口 有三个作用 第一是 水利灌溉 第二啊 就是抗洪 第三 才是 排沙作用 对面还有个亭子 是 观蓝亭 想要从观蓝亭 到达对面的 飞沙宴 必须要从下面的 铁索桥走 提索桥的位置 在这儿 距离我差不多有 三百米 我现在来到了 小锁桥 上面斜拉钢锁 下面是木结构的 桥长 在一百米左右 走在上面 摇摇晃晃的 而且在桥上 还拴了这种 红布 我现在来到了 飞沙宴的景点 旁边还可以拍照 一块都江宴的纪念碑 斜对面 就是人字笛 以及 鱼嘴分水 大家看一下 这飞沙宴的宴宽 为240米 一共有三大功能 第一是在 枯水季节 倒水入宴 保证灌溉区的水须 第二是风水季节 起到排红泄水的作用 第三大作用 自然也是排沙 而且在右侧的水流 非常的湍急 右侧就是 明江流入到 宝瓶口的水域 看一下 哇 就像来到了通天河 而且对面 这个亭子就是西关 准备 从旁边的人字笛 到鱼嘴分水 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人字笛 结合地图来看 水正好分成了人字形 而且这修成了堤坝 所以叫做人字笛 我现在沿着人字笛 走了差不多800米 终于来到了鱼嘴分水口 这很像是一艘大船的船头 正好站在甲板上 给大家拍一拍 这个分水口的造型 就像鱼嘴一样 所以叫了鱼嘴分水口 上面就是米浆 经过了分水口 正好分成了两条河 左边就是金马河 看一下上面就是水坝 我是一路走过来的 周围群山环抱 山间云雾缭绕的 下面这条河就是浦阳河 对面就是玉垒山 这山顶上还有观景的亭子 这座宝塔在这儿 对面还有一座铁锁桥 从桥上走过 才能到达对面的观景楼 来到了这座锁桥的桥面了 这就是著名的安兰桥 也是我国五大古桥之一 在古代都是绳子 或者是竹藤打造的桥 这座桥的全长是286.5米 目前我走的这一段在蒲阳河下的这段是142.5米 看周围 这绳子里面有钢锁 所以特别的结实 这座桥也称之为情人桥 或者是夫妻桥 下面就是湍急的河水 看一下 对面是观景楼 目测一下是三层的一个观景楼 我现在站在大桥的中间 这里就是鱼嘴分水口 上面是敏江流下来的水 就成了湖阳河 在大桥上金色的字写的是夫妻桥 而且看一下这一侧 在我的对面 就是飞沙滩 飞沙燕 中围可都是松树 还有其他的参天古树 这座桥的桥面特别晃 所以只能是快速通过 夫妻桥过来了 看这边都是铁锁连仙 上面牌子写着 天下爱情第一桥 这是通往观景楼的一条站道 到达了燕公堂 上面写着宝莲灯发源地 我现在沿着楼梯爬上来了 这个观景楼叫做秦燕楼 还有一块大屏幕 可以拍照 还可以测温 站在观景楼的楼顶 给大家环视一周 周围还有座椅 下面就是明江 周围群山环抱 山间还起了大卧 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啊 就是鱼嘴分水 正好把敏江 分成了两个支流 远处的这个支流啊 就是金马河 紧挨着我的这条河呀 就是蒲羊河 我是从这座大桥上走过来的 这座桥是福奇桥 再看一下另一个方向 在福奇桥的另一侧呀 这边就是人字笛 过桥之后 就是飞沙燕 以及宝瓶口 宝瓶口这边水流特别湍齐 而且山上还有一个亭子 在这呢 这个亭子就是西关 我打算登上这座亭子 带大家参观 我现在沿着战道徒步 来到了都江燕的布云郎 从这买了张票 二维码 刷完了 从这乘坐电梯 上山 大家看一下这个电梯啊 非常的长 我觉得差不多有200米啊 布云郎的上站呀 就是玉磊阁 紧挨着的就是西关 从200米长的电梯上来之后啊 这儿还有一段电梯 看一下这段电梯啊 也有近150米 两段电梯加起来 差不多有三四百米长 票价是40块钱 我还是第一次体验 这么长的电梯啊 看到大家的留言 有人说重庆 也有这样的电梯 下次去重庆的时候啊 继续带大家参观 观光电梯 今天的天气太热了 看我满头大汗的 坐电梯 到山顶了 这是浮云亭 两边都是城墙 原来对面的宝塔呀 就是玉磊阁 在城墙的尽头 终于看清了 玉磊阁的全貌了 这是一座七层的六角形 阁楼古塔 是灰色的瓦 是灰色的瓦 中间的红牌子写着玉磊阁 这座阁楼的高度啊 在46.4米 底面直径是21.1米 最顶上的直径是12.6米 可以同时容纳2000人参观 非常的壮观 这就是玉磊阁的大门口 目前门没开 只能围绕着阁楼 转一圈了 阁楼顶上还有望远镜 这边啊 就是都江燕市区的方向 以及市中心所在的方向 从这下去之后 就是西关 玉磊阁下来 就是西关的一个双层观景阁楼 周围还有灯笼 站在观景亭的中间啊 给大家拍一拍 都江燕的美景 周围都是绿树环抱 这就是玉磊阁 六角形的塔 旁边啊 就是我乘坐过的电梯 在这儿 前面是秦燕楼 秦燕楼下面 是我走过的夫妻桥 这是闽江 经过了鱼嘴口 然后分出了两个支流 再看一下这个方向啊 这下面就是 浮阳河上的飞沙燕 过桥之后 就是人字堤 对面是金马河 这个方向啊 就是景区的南门 我是从南门一路沿着第一座铁桥过来的 这是都江燕市中心的方向 看一下 远处还有一座塔 到这里四川最为著名的五威级旅游景区 都江燕的所有景点啊 就都带大家赚完了 门票花了八十块 大家觉得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区点赞留言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